沙巴海域再度传出绑架案 武装分子乘坐快艇 昨晚大约9点在拿督的马拉邦和巴卡比水域附近展开多起绑架行动 绑匪先是洗劫两艘渔船 过后遭维护边境安全的行动部队逮个正着 双方爆发枪战 沙巴州警察总监拿督阿都拉西指出 再有7人的快艇先是在晚上9点拦截一艘渔船 武装分子先是抢走船上所有值钱的物品 再绑走一名船长 和抢走原本要移交给菲律宾难民的移民证件 绑匪在得逞后在前往仙本纳岛时 再度向另一艘渔船下手 当时船上多名船员被迫跳海逃生 绑匪绑走了第二名人质 正当绑匪再度出手 企图拦截沙巴警方老虎部队在海上埋伏的渔船时 警匪爆发枪战 安全部队当场打死三名绑匪 逮捕两名嫌犯 也成功救出一名船长 但其他两名持枪的绑匪 却趁乱逃走 同时掳走另一名人质 另外也有一名警员在事件中受伤 目前沙巴警方正在大规模搜索 绑匪和人质的下落 NTV7中华报道